18岁的恶霸每天都要带人去吃海参 但是每次都指点一份 这次看到一家新开的面馆里面有海参 于是决定去尝尝 等面衣端上来 恶霸就迫不及待地把海参吃掉 为了能够吃到免费的海参 恶霸故意说面有点弹药老板重做 可接连做了好几碗 恶霸都会故意挑出毛病 老板不想惹事 但忍气吞声却让恶霸更嚣张 竟让老板吃掉挤满芥末的面条 在厨房的妻子发觉到一样赶来查看 恶霸见老板有如此漂亮的妻子 恶霸就开始装逼地 从裤兜里掏出了车钥匙炫浮 却没料到老板的妻子比他更有钱 此时的恶霸开始趁机耍流氓 可反手就被老板妻子打了一子马 老板害怕事情越闹越大 于是打算自罚一杯 但恶霸却却把鞋脱了 把酒倒进鞋里让老板喝下去 虽然一旁的妻子不断服务 但老板还是选择忍气吞声将鞋里的酒喝光 可恶霸不仅没有离开 反而骂老板是否 还要老板关店 就连一旁的小弟也满脸嚣张 此时的老板恨得牙都痒痒 可是做死的恶霸哪里知道老板的姐夫 可是正大街有名的黑帮大佬乾隆 此时乾隆听闻面馆被人砸场子 于是马上带领一千人前往 就在恶霸收拾了老板准备离开时 乾隆恰好推门而入